哈喽大家好,这一次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了介绍的是一部《外星人入侵地球25年》 靠侵占人类大脑侵略地球的精神科幻片《补梦网》 这天小胡子原本和自己多年的三个好机友约好 一起去看望朋友阿达 但他却在路上不审出了车祸 原因是他看到小时候的阿达在马路对面向他招手 他不由自主地就走进了川流不息的车道中 结果当然是被车装飞插点狗带 在冰岁的边缘,他看到了阿达对他说 要小心坏新人,这一切都要从他们小时候说起 他们无意中撞见阿达被人欺凌,将他救了下来 阿达便让他们掌控了超能力 能够随意读出别人的心思,看到别人的所有记忆 四个机友之间很存在心电感应 不用说话也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能够通过脑海和彼此交流 六个月后,他们再次组队去山上度假 由于暴风雪的到来,小胡子和一个机友留在家 另外两个人出去采购食材 再回林中小屋的路上 差点撞到一个坐在路中间 身上长着红枕的女人 为了躲避他,车则报废了 手机也没有信号 小红只能徒步走回去请求支援 另一个机友则和女人待在一起等待救援 没有人知道,等待他的结局竟是死亡 林中小屋内,小胡子在附近捡到了一个腹中有胎洞的男人 他的脸上也起了很多红枕 将他安顿在房间里后 他们发现门外很多动物都在四散奔逃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动物身上也有红枕 很快直升机的声音传来 说这一片区域已经被隔离 事情似乎越发了严重 他们回到屋子里后 看到的是一地的血迹 男人将自己锁在了洗手间里 他们破门而入 发现男人已经死了 体内的什么东西被他排泄到了马桶里 机友赶紧按住马桶盖 让小胡子去拿胶布来封上 但不明生物很快就冲破了盖子 咬死了机友 还带了一个巨大的外星人 干干巴巴的,一点都不圆润 外星人直接入侵了小胡子的大脑 控制了他的身体 准备将外星幼虫带到水库 通过自来水感染全人类 从而占领地球 索性小胡子因为六个月前的那次车祸 濒死的时候开发了一个新技能 在脑海里建立了一个记忆安全屋 将自己最重要的记忆全部封锁了起来 所以还有一丝人格尚存 只是身体被外星人控制了 他通过心灵感应和小红联系 得知真相的小红 立刻前往军队所在区域寻求帮助 但是军方已经和这种外星生物 战斗了25年 它们会占领人类和动物的身体 吞噬它们的意识 让人类成为它们的傀儡 军方知道绝对不能留一个活口 正准备将隔离区内的人全部杀死 小红通过毒心术 观察到了一个军官 善良的本质 他不愿意杀害无辜的人 便说服他帮助自己拯救平民 军官同意了他的计划 背叛了自己心狠手辣的上司 带着小红异曲去找 赋予他们超能力的阿达 多年未见的他们紧紧相拥 但时间已经不容他们叙旧 他们立刻前往外星人的目的地水库 路上遭到了上司的堵截 开着直升机对他们扫射 军官在这场战斗中 选择了和上司同归于尽 壮烈的牺牲了 小红则带着阿达赶到了水库 没想到阿达直接化身成了外星人的样子 和从小胡子身体里出来的坏心人决一死战 一起原地爆炸消失在了空气中 阿达在地球折服了这么久 终于完成了他拯救地球的使命 恢复正常的小胡子 也激动的和小红相视而相 没想到人类的生命 最后还是掌握在了外星人手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真剑给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小期见啦